麦杆 梅和豆子 冬天,一个老太婆和小孙子坐在火炉旁挑选豆子, 把好的放在碗里,坏的扔给守在一旁的小母鸡。 小孙子问,哦,亲爱的祖母, 为什么每颗豆子的身上都有一道黑线呢? 好奇怪呀。 老太婆笑着说, 啊,这可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 与麦杆和梅有关呐。 接着,他就讲起了这个故事。 很久以前呀,有个农夫, 他从地里采了一些豆子, 准备用来做一道菜。 他先把灶堂里的煤点燃, 为了让火燃得更旺一些。 接着,又往里面加了一大把的麦杆。 一根麦杆从他的手指缝里掉了出来, 掉在地上。 当他往锅里倒豆子的时候, 一颗豆子趁他没有注意, 从锅里蹦了出来, 落在麦杆旁边。 过了一会儿, 一块烧的通红的煤 从灶堂里滚出来, 落在了他们的旁边。 麦杆最先开口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豆子回答说, 我从锅里蹦出来的, 不然就和我的同伴们一样, 被烧成了一道菜, 真是太幸运了。 梅骄傲地说, 我又何尝不是呢? 差点被烧成灰, 如果不是我奋力逃走的话。 麦杆说, 我的命运还不是和你们一样, 我是侥幸从女人的手指缝里溜下来的。 哎, 我的同伴们这时已经变成一阵烟了。 豆子说, 既然我们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 我们就应该像好朋友一样团结起来, 离开这儿,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这个主意得到了麦杆和梅的赞同, 他们一块儿溜出门上路了。 走了不久, 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 溪水一路欢笑着流向远方。 他唱道, 这儿没有桥也没有跳板, 只有小鸟能够飞过去。 豆子、麦杆和梅聚在一起仔细地商量。 最后, 麦杆说, 我可以横在小溪上, 当座桥, 你们从我身上走过去。 梅的心情很急躁, 麦杆刚横躺在小溪上, 他就第一个跳了上去。 可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脚下流水的哗哗声, 看到一个个飞溅的浪花, 心里也害怕得要命。 他不敢往前走, 也不敢往后退, 只好待在那儿不动。 这下可糟糕了, 麦杆被煤点燃了, 烧成了两节, 掉进了水里, 被冲走了。 煤也同时掉入水中, 像所有炙热的煤块, 落在了水里一样, 发出了滋滋的几声就没命了。 因为豆子做事小心谨慎, 不像煤那样的冲动。 这时他还站在岸边, 当他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 忍不住大笑起来, 停也停不下来, 因为他笑得太厉害了, 一下子把身体笑成了两半, 倒在地上。 这时候正巧有一个善良的裁缝, 在小溪边歇脚, 不然豆子就没命了。 裁缝用针线将豆子的身体缝了起来, 因为他用的线是黑色的, 所以啊, 后来豆子身上就有了一条黑缝了。 小孙子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 老太婆这时就警告小孙子说, 当心把你的身体笑成两半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